你知道现在市场当中 如果十个人在做股票 大概有七到八个都在当冲 真的交给强暴成功大哥就对了 上个礼拜我第一堂课 教的就这个 认识当冲 什么叫当冲呢 就是在当天完成一买一卖的动作 来赚价差 50块买60块卖我赚10块钱 这叫做当冲都在今天结束 一点半钱买卖都要结束 冲大哥请上来 而且他也特别提醒当冲分两种 一个是借钱买股票 借股票来卖的资券当冲 另外一个什么借都是我自己的钱 现股当冲是有差的 再小复习一下这个 好我们先讲资券当冲 资券当冲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 但是资券当冲有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你要有信用交易户 你要能够融资融券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有券可以融 这个是很重要的 再来现在又多一个差别 就是说因为现股当冲 政府在鼓励 所以他的证交税减半 这个的证交税千分之三千分之三千分之三 这个是千分之一点五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这个就比较便宜了 对所以一样的方式你当然是用这个啦 所以这个现在越来越多人做 那再来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说你可以考虑用当冲的方式 我们刚才不是讲了一大堆风险吗 那这堆风险当然你如果流仓你就会有风险 相反的你当日就不太会有风险 就把全部充掉就没方向了 今天不管发生什么消息 反正在当日交易完 而且我们以前讲过 当冲最适合的状况就是成交量很大 波动也大 现在不是两个都适合吗 对啊今天后两三百点的波动啊 对啊今天三千多亿的量 然后波动幅度两百多点 今天交刚刚好 交给您下个礼拜要冲 希望您赚钱 好那当冲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大部分人做的是先买后卖 那先买后卖 如果你行情一直上上上 你先买后卖当然赚钱 可是最近行情开始有一点 有一点方向不太一定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先买后卖 你可以先卖后买 所以先卖后买也是一个考虑的方式 那我们先讲第一个先买后卖 先买后卖很简单 就是说呢 我们先讲如果是现股当充 现股当中就很简单 就现股买进 就跟你现在的做法都一模一样 只是呢 在尾盘记得要卖掉 就现股卖出 这个是最简单的 那如果你是信用交易 或我们讲的资券当充 我这个先举例一下 2330的分请来一下 也就是呢 如果以现股买进 当天就把它卖掉2330台积电 举例来说 因为我想赚钱 我买在505 然后呢 当它翻红的这个地方呢 512 我在这边买 这边卖 就完成了当充 我就是赚512 减掉505的这个钱 对对对 没错 这就是现股当充买卖的第二个 好这个最简单 那在我们讲融资 这个是资券当中 资券当中就是说 我的买进是用融资买进 借钱的 借钱的融资买进 那我的卖出呢 就不是什么融资卖出 不是它叫做融券卖出 就是一资一券 然后大家稍微记得 券都是卖的部分 资是买的部分 所以稍微不太一样 那我问你哦 我如果把它讲白话 是不是说 因为我是用融资嘛 对 我用借钱买的那一张股票 对 今天动作 今天就把它卖掉 就是借钱买的那一张股票 今天就把它卖掉 没错吧 对没错 那就是资券的融当充 但是卖的部分 它是用融券的方式 去把它抵掉的 这叫资券互抵 那再来呢 我们来讲 先卖后买 这个先卖后买就是学问 我没有股票怎么卖呢 对不对 我们之前讲 我没有台积电 但又来只举台积电 所以它会有一个叫做冲卖卖出 什么叫做冲卖卖出 就是我准备今天就要冲掉的一种卖出方式 所以你在下单的过程里面 我不是说你在什么 限股啦 卖出啦 价位啦 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圆圈 写什么呢 冲 先冲卖 你会先看到这样子 限冲卖 这样子一个 那你要把它按打勾 你就是要做这个 对 你他打勾才知道说 你本来没有 可是呢 我是为了要限股当冲的先卖后买 来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咯 您的电脑下单软体 限股当冲要先卖 对 这个栏位要先把它勾起来 对 那每一家卖通差不多了 有些限冲卖 限冲限卖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你要把这个打勾 那因为你卖了嘛 所以呢 你尾盘是不是要买回来还给他 对不对 那尾盘买回来还给他 就是限股买进 这很简单 但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今天有的股票 你要来讲这一栏了 对不对 对对 好那我先问一下咯 2330再来一下 如果我要冲卖 对 2330的台积电 我没有台积电 但我看到台积电前一天的ADR 哎呀好弱哦 所以我想要冲他 但是我当冲的方法是先卖后买 因此呢 在开盘517 我就想要卖他了 对对对 我没有台积电股票怎么办呢 我要针对限冲卖的电子软体当中 那个把它打勾 对 然后我就开始卖517 对 等到呢来到了505或506 我把它买回来 这就是没有股票当 没有股票的情境之下的 当冲先卖后买 我就赚517减506 对没错 没错没错 懂了吗 好回到这边 好那再来我们讲第二种 先融券卖出再融资买进 好我觉得这个可以参考 这个是借股票来卖 对 好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刚才上面这一种呢 你如果选择冲卖的话 你今天尾盘一定要把它买回来 对啊对啊 对吧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有的时候呢你运气非常好 譬如说呢你刚好呢那个 不要说台积电了 假设你今天刚好空一档精彩好了 337是给我分 好来来分 假设你今天刚好呢 你就空到精彩了 你先卖精彩了 真是老天眷顾你啊 对 碰跌停摆 我说一实在话 我们按照过去的经验 礼拜一会不会再继续跌 会 会 可是你刚才已经冲卖了 你刚才不是已经勾冲卖了吗 所以一定要买回来 你是不是就很不甘愿的 在188把它买回来 虽然你知道礼拜一还会再跌 是不是这样子 对就有点 明明还有得肉赚 我就不能赚了 对 这个就是你勾冲卖 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这个冲卖所指就是现股的当冲 先卖后来 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好回到我的字卡 那如果你一开始 先养成一个习惯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先用这个卖出 融卷卖出 对 我先用融卷卖出的话 我就看状况啊 如果呢 它的跌停板开开关关 我就把它冲掉 相反的 它如果很杀利 跌停板就关门了 我知道礼拜一还会再跌 我就留着啊 我的空单就留着 我干嘛一定要冲掉呢 对 所以你用融卷卖出 有选择性 可以隔天或下一次 对好 那我再举个状况 如果呢 它还是开开关关 你就决定把它补回来了嘛 你先空后买对吧 好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为什么陈龙大哥说 跌停板像刚好精彩 如果开开关关 你干脆呢 先卖后买 就把它买回来 补回来 因为呢 当跌停板开开关关 代表扣方力道在泄弱 对 所以就把它补回来 就是礼拜一不一定跌的啦 对 就这么简单 礼拜一不一定跌嘛 所以就买回来吧 跌停板呢 从头到尾都没有开的话 代表扣方力道很强 明天还会再跌 礼拜一还会再跌 所以你干嘛把它回补呢 对 所以现在的考虑就是说 冲卖是一定要冲 一定要当天把它了结 券卖呢 是你当天可以了结 也可以不了结 也可以留空单 那这选择性有两种 这只有一种 所以我建议你先做一种 那你说不对啊 你刚才不是说 用融资融券的话 证交税是千分之三吗 这个证交税才千分之一点五 我当然用这个 我干嘛用这个呢 没关系 你就算用融券卖出 最后用融资买进 你不是冲掉了吗 电脑系统会判断 这一笔交易当天完成 它会帮你改成是 现股当中 这么好哦 现在大部分的券商 尤其刚才博杰跟我讲 大部分的券商 都会帮你做这件事情 电脑都会帮你做 博杰很爱冲楼 所以如果我是这个方式 我的那个 这交税也是便宜的 就是它会改 所以我看嘛 先卖后买 可先用融券卖出 再改 这里再改的意思就是说 收了盘 电脑判断 而你当天有 融资券的户底 所以我就直接帮你改成现股的户底了 那你的证交税就收你千分之一点五 很赞耶 对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要特别讲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有信用交易户 你想要先卖后买的当中 你可以考虑先用融券卖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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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原因是这样 好 那我们赶快来教学了 这样懂了 现在先教这个先买后卖 先买后卖 就是刚才亂举台积电的例子 这个先买进刚转强的题材股 注意是刚转强 什么叫做刚转强呢 不要说这张股票你已经听了一个月了 这样听太久了 最近几天才刚听到 最近大家才有在注意刚转强 然后大盘修正的时候 它的股价相对强 比如说大盘开高 像今天开高不走低吗 它相对强势 这种 再来小卖压以后就现股买进 这个就可以买进了 然后盘中急拉的时候 出大量先卖出 中虹来教学 中虹是什么 钢铁股 你有听一个月的钢铁股吗 没有吧钢铁股是最近大家才在讲 对吧 所以第一个它是最近刚转强的 第二个大盘今天不是一开盘 就往下杀了吗 等一下 最近刚转强从日K来看 你就知道它是最近刚转强 懂意思吗 对其实它只有强两天嘛 对不对 它只有这两天才比较强 回到了分 今天大盘是往下掉 它有没有强过大盘呢 当然有 对它是不是开地的时候反而还走高 像这种任何的低点 你都可以早买点 只要小卖压出来你就可以买 然后呢什么时候卖呢 冲高报大量的时候买 所以这边是要卖的 对是要卖的 因为你是当天要了结啊 对对对 所以你是拉回的时候买 冲大量的时候买 这样就完成了今天的限骨当冲 我问你喔 限骨当冲一天只能冲一次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不一定 那我如果照你教的 这边买 这边卖 然后这边再来买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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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够好的话绝对没问题 神作为好不好 请说您参考 画的比较简单啦 好来 第二个 这个是先买后买 那先卖后买呢 我就以资券当冲 为例子 好 第一个 利多满天飞的任何 就您听一个月了你知道吧 然后利多剑报早盘再开高 然后呢 大丹吉拉之后呢 你就可以先空它了 Po举个例子 华邦店 华邦店今天刚才不是有讲新闻吗 吉邦科技说明年第一季的低润价格还会再涨 所以华邦店一开盘就会开高 漂亮 然后爆量冲高就空它了 因为第一个你已经听一个月了 然后今天早上又有利多线报 冲高就空它 空它 好再来 而且要用什么空呢 劝空 我们刚才不是讲了 要劝空 要养成习惯 然后劝空 杀下来 一样报大量 报大量你都可以平仓 就可以回补 先卖后买 对 那这里的买是资买哦 资买 这里就资买回来 好资买回来以后 你是不是当天冲掉了 收了盘 电脑会判断这一笔 它会把你改成是现股当冲 所以你的证交税还是千分之一点五 千分之一点五 所以出大量先空 补回来就是在大量这边低点 对 大量低点补回来 对没错 就这样 就是这样子 冲大哥 因为我觉得吃那个当冲的美感还蛮多的 对 我们今天这一集讲完了 我没有续集 但是我告诉你 我还想有第三集 第三集来教那个当冲其他的更多的技巧 甚至把陷阱融进去好不好 okok 下一次哦 好 谢谢陈鲁大哥 下个礼拜五 尽情锁定 开始咯 什么叫当冲 上个礼拜这张就是小复习 那陈鲁大哥今天的第一张告诉大家 当冲先买后卖 先卖后买分两种 陷鲁当冲 这个部分呢 这个比较简单 但这个呢 冲卖 陷鲁先卖 后买 最好是当天要结束掉哦 所以呢 陈鲁大哥就说 那不如用这个是比较单纯的 比较简单的 因此呢 第二个举例教学 刚刚都说了 各位都看了 跟您做分享 只为了要帮您哦 因为太多人在当冲了 以前的当冲很难赚钱 现在何尝不是呢 太多技巧 太多眉角要看 希望联系有两集 下个礼拜五第三集 一连串的 带给您陈鲁大哥的钓鱼技巧教学 让您当冲 冲得顺 赚得多 当然也是分享一下了 进口口回到现场之后 下一个大主题 这个是工业院 给前线的大独家 感谢工业院 新手业者 开创了我们国内 研发出来 第一辆的自驾车 自驾电动巴士 更猛的哦 这个系统把它拿出来 放在各款车里面哦 全部都变成 Smart自驾电动车 伯杰告诉您他多厉害